台湾灵异奇案 井口真离子失踪案 今天说的这个是有点灵异色彩的一线发生在台湾的案件 1990年4月 一个来台湾旅游的日本女大学生 不幸遇害并惨遭抛尸 这个案子被称为井口真离子命案 这件事在当时台湾和日本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990年4月2号 就读于日本东京郁茶水女子大学四年级的女大学生井口真离子 独自一个人搭机到台湾进行自住旅行 当天住在国际旅行之家 3号在台北市观光 4号上午给日本的家人寄去了明信片 中午达乘火车南下台南 在途中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年轻男子 当天晚上住在了男子家 5号6号两天 由这个姓李的年轻男子陪同他在台南游览观光 7号上午 这个姓李的年轻男子 把他开车带到了台南车站 从这儿他要坐车去高雄 但是到了中午12点 他到了高雄之后 从监控镜头上可以看出他走出了高雄车站的检票口 可是从此之后就失踪了 就从这一天开始 真李子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在日本的家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怎么找也找不到 没办法 25号真李子的家人从日本来到台北 向当地的警察部门报了案 接到报案之后 台湾警察局当即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并悬赏新台币5万元 而真李子的家人也提供了50万日元的悬赏 由于台南的那个姓李的年轻男子 是寝口真李子最后的接触对象 因此被专案小组列为重要嫌疑人 但是经过调查之后 那个年轻男子说得非常的详细 从他的说法中看不出任何嫌疑 所以就把他给放了 一直到十天之后 7月7号 警方接到现报说 警口真李子已经惨遭杀害 并被埋尸在台南县新乡的一处公墓 第二天警方就派出了大规模搜索人员 但是怎么找也找不着 十天之后 7月18号 真李子的家人第二次来到台湾寻找女儿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9月6号 真李子家人第三次来到台湾寻找女儿 并成立了警口真李子搜索后援会 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10月的时候 专案组根据现报找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姓刘教刘学强 但是对他进行问询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而且说话有点颠三倒四 所以从他那儿没有得到相应的线索 一直等到当年年底 12月6号 台湾警方下令将悬赏奖金提高到新台币100万元 并且必须要做到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1991年1月4号 在台中县的一处甘蔗园里 发现了一具与警口真李子特征高度相似的无名女尸 但是在经过牙齿X光照片对比之后 确认并非是尸送的警口真李子 在寝口真李子失踪近一年之后 一直到了第二年 1991年3月4号 这一次 专案小组根据可靠宪报 认为之前调查过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刘学强 有重大嫌疑 于是前去他的住处 把他给逮捕了 这一次刘学强坦白了他的案情 他说 他在去年1990年的4月7号 在高雄车站等活的时候 看到了独自背着背包的警口真李子 上去搭讪 发现真李子原来是一个日本人 于是双方就笔谈 互相写字 这个时候他知道真李子打算寻找住处 想找地方住 于是就把真李子带回到了自己家 随后啊 两个人就一同前往 成青湖 凤山 大同百货等地游玩 当天晚上 真李子就随同刘学强回到他的住处休息 至于杀人经过 刘学强共称 他于第二天清晨 手持十字弓 向紧口真李子的头部连射四箭 然后将其头颅砍下来 放入塑料袋里 尸体用床单包裹 连同钻石穿的血衣 钻用的十字弓 还有紧口真李子的背包 分别丢在了不同的地点 在抛尸的时候 唯恐被人发现 他还浇上汽油 焚烧尸体 另外 也烧掉了真李子所睡的床板 随后根据刘学强的公司 警方陆续找到了 紧口真李子的手电筒 万能刀 雨伞等遗物 还有作案用的十字弓 3月14号 紧口真李子的家人 再度来到台湾 在经过知名法医 以及国际刑事专家 李昌玉等人鉴定之后 确认所挖出的尸体 就是失踪已久的 紧口真李子 警方随即对其进行了指控 认定刘学强 因贪图紧口真李子的姿色 意图非礼遭到拒绝 因而恼羞成怒 趁真李子熟睡之机 予以杀害 并在行凶之后 玷污其身体 还取走真李子身上的现金 警方指出 虽然最后并没有能找到 紧口真李子的头颅 但是根据血刑 身高 遗物 人证等 均足以证明死者 就是紧口真李子 11月24号 高雄地方法院 以杀人罪和遗弃尸体罪 判处刘学强死刑 因为刘学强符合精神异常的减刑条件 所以减为无期徒刑 1993年5月3号 井口真李子的遗体在台湾火化 有其家人专程送往日本 这个案件到这儿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随后在民间一直流传着 关于这个案件的不少灵异事件 据一位采访过此案的记者说 井口真李子这个案件 在当初是非常的轰动 而且关于他的灵异传说 也是非常的多 比如说 凶手把死者杀死之后 他把井口真李子的头和尸体 分开来处理 之后凶手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忽然间半夜醒过来 眼睛一睁开 就会发现 这个井口真李子的头 就在他的面前 眼睛还一直瞪着他 而且 两个人的鼻子 就相差那么一点点 到后来 刘学强吓坏了 就不敢在家里睡了 只好睡在计程车上 而且还在车上贴了很多求来的符咒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比较安全 另外啊 凶手还把尸体的部分 埋在台南有一条街旁边的空地上 据说埋下去之后 怪事就开始多了 比如说 旁边公寓有一个邻居 他晚上有事没事 就会接到一个电话 好像是从日本打过来的 这个记者还灰声灰色的说 更悬的是这块空地常常被挖 比如说 拥有这块地的主人 想要挖下来当渔池 或者当地的政府 想把那块地做别的用途 可是每次再往下挖的时候 总会到那个地方就停住了 就没法子再挖下去了 所以才隔了很久以后 警察才从那里挖出尸体 挖出了尸体之后 这才让凶手扶手认罪 一直以来 台湾都是日本人 喜欢旅游的热门选择 日本观光客 也是台湾观光业 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自从井口真理死 在台湾失踪的消息传出之后 立即成为日本各媒体 争相报道的焦点新闻 而且持续时间还挺长 此案发生之后 日本人当时有好多 都不敢再来台湾了 比之前大为下降 而且啊 由于这个案件的凶手 是出租车司机 所以引起了很多民众 关于出租车司机 犯罪问题的关注 当时在台湾 并没有限制出租车司机 考取职业之格证的资格 所以经常传出 有出租车司机 犯下杀人 抢劫 甚至强奸等案件 尤其是强奸案的 让女性对于搭乘出租车 是望而却步 因此啊 后来啊 就修改了这方面的一些规定 限制有一些 有犯罪前科的人 这些人呢 不能够考取出租车的 职业登记证 并且还让不少出租车司机 组成紧急救援车队 以挽回群众搭乘出租车的信心 再往后来 2004年 一个台湾静怡大学的女学生 姓肖 叫肖任乔 和她的哥哥 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结果也遇到了类似的事 竟然也惨遭一名日本男子杀害了 此时也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经过台湾的媒体报道之后 也让不少人回忆起了 当年的井口真理子 冥暗